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泪,也许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个车水马龙又尽是荒凉的社会里 泪是无可厚非,泪是意料之中,泪是不可避免,泪亦是万事之初 我们每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 再到这个纷乱世间来来往往千转百回 遇到太多的人碰见很多的事,往往都是一幕幕成长 这成长中是混杂着无数泪水和汗水 每一次跌倒,每一次乏力,每一次悲伤,都是泪的体现 人生在世,谁又能说不泪,不说社会底层的人事 可能你遇到很多人有幸福的生活,有体面的工作,有不菲的工资,有深厚的家事 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处在高层的人,摔下来时就会更惨 他们往往在担心自己的位置,往往会更注重自己的面子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稍微的松懈就会跌入深渊之中 更不必说还在为生计而日夜劳作的人,来自家庭和生活的压力就像一块巨石压的人们喘不过气 况且没有人是圣人,人都是血肉之躯,心力交瘁的时候多如牛毛 你很想停在原地,躺在地上,就这样休息一会 但现实又怎么会让你停下脚步 人性的弱点,往往也是劳累的根源 张庚和徐丽是一对新婚夫妻 和别人一样 刚刚组建的家庭需要太多的东西维持 也是压力最大的时候 况且两个人的家境也不是很好 所以张庚在外工作不免早出晚归 本来是平平淡淡的夫妻 生活却因为一对邻居夫妇而改变 他们的邻居和张庚夫妇处境一样 但不同的是,两家人经常串门 不免也会相互比较 特别是两个女人之间 在无形中已经暗自比较起来 徐丽平时本来都是很节俭的一个人 但渐渐地喜欢上了逛街买衣服和包包 原因就是邻居家的女主人经常找她逛街 平时看上的东西 两个人从犹豫慢慢变成手起刀落 张庚平时上班的工资 很快就挥霍一空 但徐丽还不知足 邻居有的她也想要 没有的她更加会买 从透支信用卡到贷款 东西虽然到手了 但生活却越来越累 到最后严重的还款数额 让两夫妻傻眼 张庚狠狠地骂了徐丽一顿 因为巨大的压力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渐渐走向了破裂 我想这就是攀比的后果 从有到无都是一瞬间的事情 却会让你累一辈子 其实人这一生 总是在不断的跌倒中前进的 你大可不必让自己那么累 感到辛苦的时候 你可以稍作休息 可以看看周围的风景 类似人生常态 可只要记住继续前进 不要让懒惰和享受 再次占据你的身心 你就能够达到幸福的彼岸 累了倦了 不要压抑在心里 想要在厚积勃发 就要永远把自己置身于最好的状态 想要排遣自己心里的苦闷 其实也并不困难 需要记得这三件事 平和心态 拒绝攀比 攀比心里可能就是人的天性 以此衍生出所谓的虚荣心和优越感 在现代社会中 没有人想落在人后 想方设法包装自己 过着假精致的生活 你本就没有现在的成就 和苦透之现在的经历 放在这些不求实际的东西上面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攀比往往会让人迷失了自我 忘记了初衷 你一直追求比别人过得好 却不知道比过了一个人 还有另一个人比你好比你优秀 连你心里到底想要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活着别人的世界里 难道这辈子永远都是为攀比而存在的吗 攀比是一把双刃剑 你运用得好 它就是你成功路上不放弃的动力 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就努力争取 不要试图做表面工作 让本就劳累的生活雪上加霜 其实 累就是在这样不知不觉中出现 压垮你 甚至毁了你的生活 所以 当你感觉累的时候 就是这去释放自己的压力 平和自己的心态 放下攀比心 你会轻松很多 改变人生方向 找到自己的长处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也会有自己的短板 如果一个人出来工作 不知道扬长臂短 干了自己本就没兴趣 没技术的职业 那么不仅越干钱越少 也会越来越疲惫 比如 你本来就喜欢计算机 也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能 却被分配到记者编辑专业的领域 那么 你又只能重新开始学 浪费了时间 也浪费了精力 所以 我们出来社会 一定要先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 能够干什么 不要听信别人说某某工作赚钱 就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 到时舍了时间和金钱 却回不来本 恐怕后悔都来不及 人 只有面对自己擅长的地方 不仅工作轻松 生活 也会美好很多 在错误的 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 感觉到很累 其实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 你要做的 是试着去改变你的人生方向 找到自己擅长的 喜欢的事情 你会发现 原来人生可以如此的简单 稍作休息 养精蓄锐 其实如果实在太累 何不放慢一下脚步 遇到事业的瓶颈 何不静下心来 生活的节奏需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能被生活拖着鼻子走 不能是你去追赶生活 而要你和生活并驾齐驱 才能让自己不那么疲劳 累的时候 稍作休息 反省自己最近的表现 规划好下一步的计划 做好有条不紊 每天完成一个小目标 一次积少成多 这不就是生活应该的样子吗 你把注意力全部都投入到了一个地方 要知道眼睛盯着一处 看久了都会干涩 何况是人紧绷着精神 所以放慢脚步 养精蓄锐 也不失是缓解疲劳的一个好方法 累中就是人生常态 人活一世 要想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怎么可能不累呢 只有跨过这道坎 翻过这座山 才能遇见更美好的人和事 所以不要气馁 找到适合自己放松的方法 当你感觉到累的时候 停下你往前走的脚步 先审视自己 看看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是否是你想要的 如果是 那么给自己一段时间缓冲 稍作休息 养精蓄锐再朝前走 如果你此刻做的一切 并被动地推着往前走 不是你想要的 那么你就找找原因 是不是攀比和炫耀的心思 导致了此刻的身不由己 人这一生 不可能不累 在累了的时候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再继续往前走吧 有很多女人 在日常的夫妻生活中 总是认为她 只要对男人好 男人就会用同等的付出来 回应她 其实不然 女人付出越多 对男人越温柔体贴 得到男人的回应 反而越少 有人曾说过 你对一个人的好 不能太满了 这是因为 如果女人对男人的付出 远远大于男人 给予女人的爱 那么 你们之间的关系 是不平等的 这种不平等的婚姻 长久下去 女人的付出 就会变成理所当然 而女人想要男人的爱 那就是苛求 在婚姻中 真正好命的女人 她都是对自己好 对丈夫 有点狠心的 事实上 这才是真正聪明的女人 不让任何人 凌驾于自己之上 她们会在婚姻里 寻求一个平衡点 让夫妻感情的天平 不会倾斜 这样的婚姻 才会得到 互有的幸福 女人也能从婚姻里 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 于莎莎就是一个 好命的女人 她的邻居和朋友都很羡慕 她有一个对她这么好的老公 正如其他人所说 于莎莎的丈夫 李凡 是一个二十四孝丈夫 每天中午 在公司里吃饭 都要给于莎莎打视频电话 晚上如果有聚会 不是带着于莎莎 就是十点前准时回家 两个人虽然孩子都读小学了 可无论走到哪里 李凡都还是会牵住于莎莎的手 生怕她溜走了一般 很多女人都问于莎莎的 孕妇之术是什么 于莎莎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对自己好 对男人狠心 就是我的方法 不少女人提出质疑 说不对丈夫好了 那丈夫的心 就更加不在自己身上了 于莎莎是恨铁不成钢 她说 无论是什么关系 两人相处之中 必须遵守相互的原则 男人都对女人不好了 女人为何还要掏心掏肺的 把自己最好的一切给她 于莎莎在生活中 确实这样 她从来都是把自己的感受 放在首位 不会因为丈夫挣钱比她多 就觉得自己比丈夫矮一头 在家务活上 她以前也是什么都做 因为她觉得丈夫上班太辛苦了 自己就应该多分担一点 可是后来她发现自己 每天下班就回家做饭 洗碗洗衣 拖地辅导孩子作业 把所有事情做完都快十点了 连看看书的时间都没有 而在她往里忙外的时间里 丈夫李凡如同一个没事人一般 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自己都累得不成人样了 李凡还那么悠闲 所以她开始慢慢地减少自己做家务活的时候 开始要求李凡洗碗 后来又让李凡帮忙拖地 最开始的时候 李凡也抱怨过 于莎莎告诉李凡 我都家务活全包这么久了 我也要上班 难道我不辛苦吗 自那以后 李凡就欣然接受了家务分担 也会在生活中去回应于莎莎的好 而后就有了现在恩爱的模样 的确如此 如果女人对男人太好了 好到都忽略了自己 那夫妻关系就不对等了 女人的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了 所以 何不学学好命的女人 对男人狠心一点 对自己好一些 赵生 32岁 珠宝设计师 对自己好一点 才能掌握婚姻主动权 赵生和于莎莎一样 也是一个好命的女人 她对自己很好 该买化妆品就买 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在她丈夫眼里 她就拥有万丈光芒的女神 赵生不止一次说 反正都是自己挣的钱 与其给男人买这买那 还不如给自己买 这是为了让男人明白 女人的爱并不是理所当然 而是需要她自己来争取的 赵生说得很对 要想让男人一直爱你 你就要学着先爱自己 不要凡事都把男人放在首位 觉得忽略自己 无所谓 你要记住 一个女人都不爱自己了 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践踏你 自然而然你就不是男人的妻子 而是男人的免费保姆了 段丽萍 四十岁 销售经理 女人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别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 一个大方优雅的女人 肯定比一个只知道做家务的女人 更吸引男人的眼球 段丽萍就是一个优雅的女人 她知道任谁面对每天像是做不完的家务活 谁都会脾气越来越糟糕 所以她可不会为了男人自动包揽所有家务 她在家中就奉行家务分担 保持好自己的情绪 这样自己永远都是好脾气的模样 丈夫就会在她身上花心思来维持家庭和谐 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就是对自己好的其中一种 有多少婚前善解人意 活泼可爱的女人 结了婚因为家务活太多 而男人什么都不做 慢慢的就把自己的修养磨灭了 变成了一个脾气很差的女人 所以女人一定要狠心 不要对男人太好 好到她可以忽略你的情绪 那就是不在乎你的表现 张力 三十八岁 快计 心态软的女人 患不来男人的心疼 有些女人 在男人犯错误的时候 轻易的就选择了原谅 因为心软 所以只要男人认错的态度稍微诚恳一点 她就忘记了男人犯的错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真正好命的女人 心里都有一条不可触碰的底线 只要男人触碰了 就不可能轻易的原谅 张力说 她的前夫就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虽然她的身体还没来得及犯错 但她的心已经不在她身上了 在前夫手机里看到那些暧昧的聊天信息时 张力直接提出了离婚 她有爱情解体 没办法忍受一个心里不忠的男人 即便前夫跪在她的面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祈求原谅 她依然没有心软 离婚后 她并没有随意的找一个男人嫁了 而是耐心的等待 真正适合她的男人 现在 她结婚了 过得很幸福 张力说 她不后悔离婚 当初但凡心不够狠 她就不会拥有幸福的今天 夫妻相处中 最重要的就是学会互相尊重和付出 女人千万不要因为爱 就对男人好到忽略了自己 一个女人 如果连自己都不爱 那么男人也不会爱你 你在婚姻里要做的就是对男人狠心一点 让他明白 你的爱并不是轻易就能得到 而是需要给出同等的回应 时光希望 所有女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好命的女人 能够在婚姻里得到应有的尊重 得到丈夫的宠爱 但前提是 你要学会自爱 学会做一个狠心的女人 都说一个人的桃花韵是没有年龄界限的 有的人虽然年轻貌美 但却没什么桃花韵 但有的人虽然人到中年 却是桃花躲躲开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那些桃花韵很好的人 男的大多成熟稳重 浑身散发着孰男气质 女的都是气质出众 魅力无限 这些由时间慢慢侵染出来的魅力 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是历经流年沉淀下来的 那么 人到中年还有桃花韵 究竟是缘还是结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四个过来人 是怎么说的 一 金小姐 四十岁 公司主管 一般像我这个年纪的女人 大多都结婚生子了 可我却依旧过着单身生活 但我一点也不着急 反而过得潇洒自在 我是一家公司的主管 工作上兢兢业业 雷厉风行 在业内有一定的名声 生活中 我喜欢瑜伽 游泳 健身 喜欢结交一些热爱运动的人 平常没事就到美容院享受一下 假期到国外度度假 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所以 喜欢我的人也非常多 他们有的是多金的公司老总 有的是身边年轻有为的同事 当然 还有一些冲动的年轻男人 他们多多少少都给我很多暗示 我其实挺享受这种被人献殷勤的感觉的 至于要跟谁谈恋爱 或者是结婚 慢慢挑吧 反正优秀的女人 在什么年龄段都是有人追求的 人到中年 还有我这样的桃花韵 对我而言 是缘分吧 毕竟 我是单身 我可以慢慢地选择 适合自己的男人 中年女人 经济独立 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女人 毫无疑问对男人 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我想 这样优秀的女人 就算身边有着爱人 也会有很多男人倾慕 更何况是金小姐这般 能力出众又单身的女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在爱情上 就能够给自己更多的选择 所以 对于金小姐这样 人到中年的单身女性来说 这个阶段的桃花韵 也许也是一件好事 是莫大的姻缘 二 唐女士 四十五岁 销售经理 我离婚三年了 虽然已经四十五岁了 但由于我平常比较注重保养 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的样子 离婚后 我依旧在的工作岗位上奋斗着 期间也有很多人表达了对我的爱慕之情 刚开始我是直接拒绝的 但后来想想也没必要 人毕竟要向前看 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于是开始尝试着慢慢接受那些追求者 可我渐渐发现 那些追求我的人都是有所企图的 有的人直接问我是否分到房产 有的人问我孩子能不能归还给前夫养 有的人直接一来就动手动脚 这一切都让我很生气 也很失望 又慢慢地冷淡那些男人 到现在 我一点也不着急 一切都看缘分吧 不喜欢的远离就好了 也许还有更好的等着我呢 对于唐女士来说 人到中年还有桃花韵 是结也是缘 看她如何选择而已 选对了人 这桃花韵当然是缘 选错了人 这桃花韵就会像她的上一段婚姻一样 变成一种结束 其实 女人离婚并不能证明什么 离婚不代表不能再追求新的生活 只是这需要一个过程 也许在这个过程中 还会遇到不如意的人 但不要担心 只要心中还满怀希望 对生活充满热情 相信总有一天会遇到生命中的真命天子的 三 罗先生 四十六岁 公司老板 我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也算是事业有成了 家有美丽贤惠的妻子和一儿一女 我很爱我的妻子和孩子 更爱我们一起建立的小家 我跟妻子是大学同学 他从我一无所有就跟着我 这么多年孝敬家里的老人 相夫教子 我很感激他的付出 因为我的身份 我身边经常有一些莺莺艳艳围绕着我 有的是暗事 有的是明事 可我都不为所动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背叛了妻子 他一定会伤心欲绝 我不想让他伤心 更不愿意背叛我们的家庭 更何况 万一是别人下的套呢 这很可怕 我想 罗先生在生活中 一定已经在尽可能地避免桃花运这种事情了 可人到中年 成熟稳重又有一定物质基础的男人 显然是很多女人都会动心地存在 对罗先生来说 唯一要做的 就是守住她的心 才能经营好她的婚姻和余生 否则 桃花运将会成为毁掉她的结 很多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 大多都成熟稳重 很有男性魅力 这样的男人 身边的桃花运总是很旺 总有一些女人会扑上前去 这个阶段的桃花运很危险 稍不注意 就会引来各种麻烦和祸事 家是很平淡 但永远都是安全的 外面的桃花是很妖艳 但你根本不知道她上面擦了什么毒 所以 聪明的男人都选择远离祸害 只有愚蠢的男人才会跳进这个火坑 四 王先生 五十岁 个体 我妻子过世十年了 十年来一直单身 我觉得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 简简单单的很自由 这十年 有很多人给我介绍相亲的对象 一方面心里还忘不了过世的妻子 另一方面 我总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因为我手里面有好几套房子 那些女人跟我出对象的时候 总是打听我房产的事情 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觉得他们只是贪图我的房子 不是真心跟我好 我其实是个很感性的人 还是希望跟真心 对我好的人相处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中年丧期 人生一大悲适 此时遇到的桃花 是结是缘 就要看当事人的感受了 人是情感动物 究竟是真心相待 还是另有所图 一切都不能盖棺定论 所谓日久见人心 时间是最好的检验师 有的事情 就交给时间 如果是对的人 怎么都不会晚 人到中年 还有桃花运 究竟是缘还是结 这都不能一概而论 还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因为在这个阶段的人群中 有的单身 有的离异 有的已婚 有的丧偶 不同的人 不同的身份 得到的答案 就不尽相同 或许每一个人 都在心里悄悄地期待 自己能够有桃花运 因为这是自己魅力的证明 也能够为生活增添一些激情 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应该坚守的 那就是尊重自己的内心 尊重家庭 做到不违背真心 不背叛家庭 活在这人世间 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圈子 很多人都自诩人缘好 身边总有数不清的朋友 一呼百应好不风光 但其实 年纪小的人 才需要各种圈子 各种朋友 一张嘴一闭嘴都是 我那朋友 我这朋友 成熟的人都明白 朋友圈对自己的 未来的生活影响有多大 有很多 甚至是极其负面的影响 成年人 必须要学会 为自己的人生承担责任 所以他们不会盲目地 追求朋友的多少 追求圈子的多少 说到底 不是所有的圈子都需要去维持 也不是朋友圈子越多越好 朋友再经不再多 越早明白这个道理 越能为自己的未来 创造一条更宽的路 如果你现在很落魄 那请看看你周围的朋友 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如果他们过得灯红酒绿 日夜颠倒 如果你们只在酒桌上面说话 私下很少交流 你的孤独寂寞 甚至是无法找到一个人倾诉 如果你的朋友们都很虚伪 他们从来不跟你交心 只是说客气话 只是说炫耀的话 那你真的该好好整理下自己了 整理下你的圈子 好好考虑一下 余生要不要和他们一样虚度光阴 人生不过短短几时在春秋 难道真的要把时间 把精力浪费在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吗 这真的值得你去思考 赵云在学校时便是一个风云人物 整个年级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 各种同学 朋友 学长 学姐 他在学校走到哪里似乎都能遇见熟人 和他一起玩的那群朋友 跟他也差不多 每天他跟那群朋友不是抽烟喝酒 打游戏 就是窝在寝室睡觉 就这样 他浑浑噩噩的 也风风火火的 度过了大学四年的时光 毕业后随便找了个工作 就开始上班了 工作后 赵云依然和以前一样 喜欢各种结交朋友 他的朋友圈各种人都有 然而 每天都有人叫他去喝酒去K歌 却没有人邀请他去家里吃过一顿简单的饭菜 有时候 他工作太累 实在不太想去喝酒 也要碍于所谓朋友之间的情面去喝得烂醉 本以为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 可有一天 他的父亲突然中了风 急需要一笔钱来做手术 他发现自己这几年几乎没有什么积蓄 每天跟朋友一起玩 把本来就不高的工资花得只剩饭钱 几乎就是个月光族 他开始着急 找朋友借钱 这些朋友大部分接电话都很热情 但一听是要借钱 口气便就冷了下来 各种借口和理由 借了一圈 电话也打了几十个 最终也只凑够一万块钱 赵云说不出的心泪 原来自己平时拼命去维系的朋友情意 竟如此的不堪一击 父亲手术以后 慢慢地稳定了下来 赵云也开始收心了 当那些所谓的朋友 在叫他去喝酒打牌的时候 他直接拒绝了 这些朋友安得什么心 赵云到现在才发现 他不过就是一个 可以随教随到的付款机罢了 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在家里陪陪父母 赵云如是想 事实证明 朋友真的在经不在多 想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一定要学着经营自己的圈子 这很重要 如果你现在过得很落魄 那你一定要明白 退出这三个圈子 你才能东山再起 酒肉朋友圈 所谓的酒肉朋友 只在酒桌上面说话 一开口就是去喝酒 各种兄弟情 嘴上称兄道弟 欲是躲得比谁都快 这种圈子真的毫无意义 越早结束越好 你要知道 生活是需要经营的 你不应该花费大把的时光 去经营一段没有意义 迟早会结束的关系 真正的朋友 不是在酒桌上喝出来的 知心的朋友 即便平常不见面 但是在你落魄的时候 绝不会袖手旁观 而这些酒肉朋友 在你风光无限时 聚拢在你身边 一旦你落魄了 他们连你的电话都不会接 你只有远离这些朋友 落魄之后 才能东山再起 男女关系混乱的圈子 这样的圈子 一开始 你可能不会想得太多 可一旦 你在这种圈子待久了 你的思想 也会被他们同化 一个人必须要活得清醒 同时活得干净 才配拥有一段长久的感情 聪明的人都该懂得责任的重要性 都应该明白人做事情 不能只顾及自己 很多事情都是需要负责的 这样男女关系混乱的圈子 会打乱你的生活 也会打破你的底线 如果你还想拥有真正的爱情 请尽早离开这样的圈子 因为一个对自己都不负责任的人 是不会有人对你负责的 自然也不会拥有爱情的 人说患难见真情 这个圈子尤其如此 在你有钱的时候 有很多的异性会向你表示好感 一旦你落魄了 他们就会马上对你避开你 如果你还继续沉迷于此 这一生都难以东山再起 好虚伪攀比的圈子 他们从来不说真话 他们只会说各种可以拿来炫耀的事情 他们喜欢评价你的生活 却从来不会在你难过时给你安慰 他们虚荣虚伪 满嘴跑火车 说话没遮莫懒 对你的生活指指点点 却从不反观自己的生活 这样的朋友 不值得交 这种圈子 也不值得去维持 人已经落魄了 如果还在这样的圈子里挣扎走不出来 那真的是太可悲了 当你为了虚荣 为了攀比而撒 一个又一个的恍时 这一辈子就从低谷中走不出来了 只有认清自己 看清当下 清醒地活着 努力去改变现状 才能走出低谷 东山再起 每一个人都在为生活挣扎 也都会有人生低谷的时候 没有低谷就不会有辉煌 低谷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学会在落魄的时候 去寻找原因 在这里面获得成长 每一个成年人 都应该学会为自己的人生承担责任 豪言壮语 也不是放在酒桌上来说 是放在心里 并采取实际的行动 所以 人这一生 一定要学会经营自己的圈子 等有一天你过好了 我相信 你周围的人也绝不会差 人们常说 患难见真情 可能有的时候 真的要人走到低谷了 才能看清身边那些人 哪些对你怀着虚伪的真心 又有哪些是真的在为你担心 看清了之后 就远离那些毫无意义 只能让你的人生走下坡路的圈子 去亲近值得真心相交的人吧 在电视剧《无心法师》里 有一段很经典的对白 岳启罗问张显宗 相爱不是两情相悦吗 张显宗告诉岳启罗 相爱是很难的 更多的是像我这样的 张显宗在爱情里 是什么样子的呢 他为了心爱的人 愿意颠覆天下 愿意付出生命 把爱人的一切 看得比自己都重要 然而这样奋不顾身的去爱一个人 结局如何呢 虽然这只是一部电视剧 关于爱情的部分 有过分美化的成分 但现实生活中 其实也存在这样的人 因为爱上一个人 就把爱人的事情 当成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结果自己受尽委屈 还得不到爱人的重视 人说爱情是不讲道理的 可若明知不会有结局 还一厢情愿地去等待一个几乎不可能会出现的希望 那真的是太傻了 很多人都以为 自己坚持这般付出 总有一天就会感动另一半 会在另一半身上看到对方 也为自己这么付出 实际上还是自己处在卑微的地位 受尽委屈 爱情是互相吸引 而不是感动 就算有一天对方回头看你了 那也只是被你感动了而已 而不是真正的爱上你 多少的人 带着不壮难强不回头的天真去爱一个人 可做尽傻事之后才大彻大悟 有一种爱情是没有结果的 01我爱他就行了 认清感情就是一个渐渐成长的过程 很多人都觉得 在爱情里只付出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一副深情的模样说着我爱他就行了 好像受委屈 是他们证明爱对方的最佳方式一般 林乐美就是这么认为的 每次朋友劝他分手算了 他都躲在手机后边抹眼泪 然后回朋友一句 只要我爱他 我就还能继续坚持 我行的 林乐美和男友之间的恋爱关系并不对等 从他们交往那天起 就是林乐美付出的多一些 而他刚开始还觉得是自己占便宜了 男友长相帅气 身材气质俱佳 工作还特别好 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讨论的焦点 而他就是一普通的女人 何德何能让男友垂青 虽然是男友先表白的 但是在一起之后 林乐美还替男友布直 因为自己不能在工作中给予男友帮助 不能在金钱方面给予支持 所以 他只能在生活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诸如一下班就去做家务之类的 男友脏衣服臭袜子都是他洗的 一开始 两人确实很幸福 男友总会说一些 没有你我怎么办 我要取这样贤惠的你回家之类的情话 可是渐渐的 男友就享受起他们之间的不对等 男友喜欢一回到家打开门 就闻到扑面而来的饭菜箱 他喜欢指挥林乐美 打扫卫生 他也喜欢看电视打游戏 拆遣林乐美跑腿 而这些都是无常的 他连一次菜前都没想过平摊 还经常约朋友来蹭饭 把林乐美的好厨艺当成炫耀的资本 而林乐美每个月的工资都用在照顾男友上了 自己连买一只口红的钱都掏不出来 有时候 他家务活忙到深夜 而男友早早地躺下了 他也会质问自己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哭累了吐槽过了 还是抹干眼泪 继续做免费的保姆 心底全是那句 我爱他就行了 这段感情 杰树与男友遇到了另一个比林乐美更傻的女人 她甚至连对不起都没有对林乐美说一句 就匆匆离开了 02 我还是爱你 只是不会再那么傻了 陈毅在感情中说好听点 就是付出型男友 说难听点 那就是备胎 她有一个喜欢多年的女人 她们从读书时代就是朋友关系 一直到现在 女人只要一通电话 她可以说是随传随到 绝对不会拒绝 哪怕是对方就是想吃楼底下的烧烤 自己懒得下去买 远在几个小区外的陈毅接到电话 就会马不停蹄地买好烧烤 给她送过去 很多时候 她连对方一句谢谢都没听到 就吃了闭门羹 其实 她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旁人看来不可接受的事情 她做起来 却甘之如頤 陈毅上大学时 就向那个女人表了白 对方拿着她送的礼物 在她的表白声里哭得一塌糊涂 但还是没有给陈毅一个肯定的答案 而是继续模龄两可地吊着她 有好几次 陈毅都要放弃了 那个女人又会说一些 不然我们在一起好了这种话 挽留她 这么多年 陈毅也对这种爱情追逐游戏感到厌烦 她逐渐明白 在爱情中 她可以专一 但不能丢失自尊和自我 所以 她开始拒绝 那个女人的一些无理的要求 听到她的埋怨和质问 有时陈毅也会觉得痛苦想要回头 好在一切都咬牙坚持过来了 她才发现 她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我还是很爱你 但我不会再那么傻了 这是在那个女人要求陈毅给她买一个超过一万的包时 陈毅对她说的话 零三 其实她并没有那么爱你 爱到最后 你才会发现 每一段不平等的恋爱背后 其实都是一个人被偏爱 而另一个人并没有那么爱对方 所以付出的多的那个人 并不会得到对方的同等回应 这样的爱情就应该趁早放手 而不是一味地退缩去委屈求全 林乐美也好 陈毅也好 他们都太卑微地去爱一个人 以为付出和等待就能换来对方的真心 殊不知 越卑微地爱一个人 越得不到对等的感情 即便对方一时感动 也终究会离开 真正美好的爱情 是两个人在一起相濡以沫 互相扶持的 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是不分谁高贵 谁低廉的 这才叫做两情相悦 真正的爱情 是根本不会让对方伤心 也不会让自己失望且难过 说到底 爱情之所以让人向往 并不是因为哪一方爱得多些 就打动了他人 而是因为相爱的两人那种 为了彼此共同发展的羁绊 更让人动容 时光希望 所有在爱情里 总是那么卑微的人 都能够记住 在一段感情里 让你有快乐的体验 才是相爱 反之则是单恋 千万不要再傻傻地 为了对方一再地付出 要学会爱自己 多为自己考虑 我还是爱你 只是不会再那么傻了 要何其伤心失望和委屈 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可是 当爱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早就变得不值得了 这一生 只有放下错误的 才能寻得更好的 依美越来越流行的今天 整容也逐渐成为了一种趋势 不少女人认为 只要有漂亮的脸蛋 就能有更多的追求者 所以 很多女人 不吃不喝 也要攒钱 去给自己开一个双眼皮 然而 事实却是 女人最大的武器 不是美貌 而是才华 长得漂亮的女人 比比皆是 但不是长得漂亮的女人 就能过得很好 反而是那些外表 不怎么出众 但是有手段 有能力的女人 活得让人羡慕 邓文迪女士 按照中国人的审美标准 可算不上是美女 但她却能拿下 莫多克这位顶级富豪 离婚后 拿着大把的金钱 如今和小她几十岁的男人谈恋爱 靠的不是她的外貌 而是她超高的情商 这个世界上 美女并不算稀缺资源 聪明的女人 才能够引起男人的注意 以色是人中 色衰而爱吃 只有靠本事得到的东西 才会长存 一书的《喜宝》里 有这样一句话 一个女人最好的嫁妆 就是文凭 我深深地认同这个观点 江喜宝作为 剑桥圣三一学院的学生 她能够顺利认识 富家女婿聪慧 进而打入富豪圈子内部 实现自己的财务自由 这点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越是有钱的男人 外貌对她的吸引 就是越是低 因为他们见惯了 各种各样的美女 对于顶级续存资来说 更是如此 她的产业遍布各个国家 她的情人里 甚至有不少女人 是娱乐圈的明星 江喜宝能够通过一次见面 就牢牢占据续存资的心 不是因为她长得有多漂亮 而是因为她的才华 和她的身上的那种 美而不自知的清高 喜宝虽然年龄不大 但她饱读诗书 想来 能够上圣三一学院的女人 必定是不会差的 她喜欢读书 但不是胡伦吞枣的看书 她对每一本书 都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这点 从她初次和旭聪会 见面就可以看出 旭聪会随手拿的一本书 江喜宝都看过 并且能够背下来 足以见得她的学识有多深 人这一辈子 看过的每一本书都会在某一天给你最好的馈赠 正所谓富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的女人和不读书的女人 气质自然是不同的 江喜宝纵然当时身处绝境 母亲在嫁 她没有一分收入来源 还要面对自己需要续交的高昂学费 面对富豪们的聚会 她丝毫没有感到怯场 她的才华就是她的底气 旭家的宴会上 来者非富即贵 虽然她与这些人格格不入 但她并不会怯懦 相反 她能够与所有人侃侃而谈 她不会因为自己不够有钱 就和这个场所格格不入 她的自信大方赢得了旭存资的注意 在短短几分钟的交谈中 喜宝凭借她的直率打动了旭存资 旭存资开出了不小的代价 最终抱得美人归 仔细想想 其实就可以知道 喜宝这类女人 能够让男人喜欢是不足为奇的 喜宝爱财 但她更爱自己的生活 她从不贪心 她所要的金钱 对于旭存资这样的人物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她明明可以开口向旭存资 要求更多 但她觉得钱够用就好 她有野心 但她的野心是为了让自己更好 所以即使她的野心写在脸上 但旭存资仍然喜欢她的原因 喜宝是很现实的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她出卖自己的青春 但她并不会因此就自怨自艾 任由自己沉沦 她一直打算靠旭存资攒钱 等她攒够了钱 等旭存资厌倦了她 她就去开一家律师事务所 她就可以去过自己想过的人生 你看 喜宝比谁都活得通透 她从不介意出卖自己的青春 因为青春不卖 也是会过去的 用自己的青春换钱 没什么大不了 天不会她 日子一样继续过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没有经历过她的走投无路 就没人能够理解她 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爱财但是不贪心 这个女人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可爱 她贪财的原因其实也情有可原 外国的学校学费超级昂贵 她一个人打三份工都无法支付 更何况还要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 她不是没有为生活努力过 她也想过靠自己 但这一切的担子压在她这样一个弱女子身上 实在让她喘不过气 母亲的远嫁是压死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终于了无牵挂 她身后没有任何人 续存姿的出现 其实算是给了她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坚强努力的女人 最终让续存姿打算就是她了 她和其他女人不同 她真实渴望爱情但不得不面对现实 她能够理性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能够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能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她已经活得比大多数人都通透了 对书里有一个情节印象深刻 某一天 一个女人敲响了喜宝的门 那是一个很美丽 却难掩疲惫和苍老的女人 她说她是续存姿的一个朋友 但是在见到她的那一刻 喜宝知道 她和自己一样 是续存姿的情人 区别是自己是现在 而那个女人是以前而已 在那一天 喜宝明白 如果不爱钱 不为未来做打算 多年以后 她也会沦落到和那个女人相同的结局 以色事人不会长久 皮囊下的灵魂才更能打动人心 女人不要一味地去迷信美貌的魅力 真正能够牢牢拴住男人的心的 永远是聪明的女人 世界上有太多美人了 你能记住多少美人 那些漂亮的脸庞 不过是过眼云烟 很快就可以抛之脑后 但真正有才华的女人 才会被人一直记住 你会清楚地记得和她的相遇 和她交流的点点滴滴 但你不会记得多年前一张美丽 但没有故事的脸庞 喜宝的故事很励志 她在生存和爱之间纠结 最终做出了自己不后悔的选择 那么 在面包和爱情之间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不管你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 往后余生 都请做最真实的自己 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 不困于情 你越是不爱男人 男人反而越是会为你着迷 就像喜宝一样 她自始至终爱着自己 纵然她的生命中出现过许多 对她影响颇深的男人 但她始终做自己 最后她拿到了自己想要的 希望 你也能学会做自己 不被外界改变 相比于恋爱而言 婚姻要复杂得多 婚姻里的感情是需要经营的 两个人在一起 要想把日子过好 就不能够只是简单的搭伙 吃饭睡觉而已 在感情里 两个人都需要付出很多 才能够把婚姻生活经营好 但是 有的夫妻 恋爱的时候 秘里调游一般 新婚的时候 感情也很好 但是结婚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 而感情变差 甚至分道扬镳 有些夫妻 每天同在一个屋檐下 看似感情和睦 但是背后是有一些 调解不了的矛盾和问题 两个人也完全不去解决 实则最熟悉的陌生人 其实婚姻就是两个人为了感情长久 而互相磨合和改变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会有很多的矛盾 甚至会发生无数的争吵 但这正是两个人正在求同存异的一个过程 是磨合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 只要两个人能够带着一辈子的信念 去处理遇到的所有事情 就一定能够将爱情进行到底 成为一对恩爱眷侣 可惜的是 太多的夫妻都活得很自我 从来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遇到问题了 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只能彼此煎熬 说到底 婚姻应该是两个人一起解决矛盾的过程 有的矛盾既然解决不了 还不如分开一个人过 好过两个人互相折磨 张晶晶和男友刘军出高中的时候 就是同班同学 高中毕业之后 开始了远距离恋爱 年轻的时候 他们深爱着彼此 每次一见面就会有说不完的话 一天不见就十分的想念 晚上聊天到深夜 都不想说再见 按理说 两个从校府走到婚纱的人 有多年感情做铺垫 几年的异地也熬过来了 婚后的日子理应美满才对 可他们的婚姻坚持了不到三年时间 在对彼此的埋怨和痛恨之中 彻底地分道扬镳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局 张晶晶在离婚以后认真地反思 后来她发现 其实她和刘军的离婚是必然的 刘军结婚之后 被公司外调去了隔壁城市 虽然离得不远 只有一百多公里 但外派员工本来就会处理很多公司琐事 所以她没办法经常回家 常常是三个月回去看一次 如果仅仅是如此 那对两个人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毕竟大学四年 两人都是异地过来的 可是张晶晶和婆婆相处不好 婆婆是个很强势的人 当初两人结婚的时候就反对 结婚后刘军长期不在家 她就可拙劲地折腾张晶晶 最初被婆婆刁难了 张晶晶会打电话给刘军 控诉婆婆的恶行 可每每这个时候 刘军都是敷衍了事 说一句 我妈年龄大了 你别和她计较就完事了 婆婆从中刁难做梗的次数多了 对两口子的关系影响很大 离婚的前一年 他们每次打电话都是吵架 吵完之后 长达两三个月的冷战期 和好之后又吵架冷战 如此循环往复 最后 刘军提出了离婚 张晶晶其实是松了一口气的 终于彼此都解脱了 零三 确实 有些夫妻不懂经营婚姻 将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是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有些夫妻 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异地 当然 在恋爱的时候 或者是刚结婚的时候 可能因为还处于感情的高峰 能够在那些不见面的 枯燥的日子里 一直坚持 但是时间是个很磨人的东西 时间一长 可能就会慢慢地失去交流的习惯 在婚姻里 交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两个人的工作生活 可能是完全分开的 如果不交流 对彼此的生活就会越来越陌生 特别是对于长期异地的夫妻来说 除了交流 就没有其他方式 能够去了解对方的日常生活了 如果夫妻不交流 又长期异地 其实就基本上 等于是在各过各的日子了 这样的婚姻生活 还不如一个人来得更加自在 经常因为三观不合的问题 吵架 冷战 有些夫妻走到一起 是因为兴趣爱好 有些夫妻走到一起 是因为适合而已 但是对于夫妻来说 最重要的是三观要合适 两个人可以吃不到一块 玩不到一块 但是不能够用不一样的三观 去看待世界 三观不同的夫妻 在所有事情上的看法 可能都完全不同 并且坚定自己是正确的 也就很容易发生争执 并且完全不能够调解 有的人可能对彼此 并不是完完全全地了解 就草率地结了婚 但是三观不同的大问题 在婚后就会暴露得一清二楚 成天都在吵架 而且是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上争吵 其实这样过日子也没有意义 没有共同话题 你喜欢去菜市场买菜 他非得去超市买 你觉得周末的时候 两人可以安安静静地过二人世界 他却喜欢呼朋唤友 结婚要找和自己三观相近的人 如果完全相反 那不如一个人过 彼此看不起 动不动贬低 对方每一对夫妻的相处模式 是不一样的 有的夫妻相近如宾 就算在外人看来 有些过于客气 但是那是他们两个人都舒服的相处模式 有的夫妻会嬉笑打闹 相处起来就像是朋友一样 也是很好的 但是 有的夫妻却总是在生活中相互贬低 看似是开玩笑 其实对彼此的伤害都会很大 明明看不上对方 但是又因为各种原因离不开对方 其实这样的婚姻是很没有必要的 相互的诋毁会伤害到彼此 如果在一起不快乐 分开就好了 没有必要勉强彼此 婚姻并不是百分百完美的 每对夫妻的婚姻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问题 有些小问题对于婚姻的影响并不大 能够被两个人一起解决 或者不去在意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有的问题和矛盾是不可调节的 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都会选择性的盲目 有些问题是不能够看清楚的 但是结婚之后就会一点一点的暴露出来 面对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 其实选择离开是最好的 一个人过得自在一点 比两个人的勉强折磨要来的轻松许多 很多人说 结婚之后再分开的成本太大 可若是一辈子都过这样不幸的日子 谁又真正的愿意呢 女人到了中年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都经历过了不少的变迁 有的女人在工作上从平平无奇的小职员 成了受人敬仰的领导 有的女人在感情方面从形单影之 变成了被幸福滋润的女人 当然了 有的女人到了这个年纪 生活工作却越来越糟糕 在工作上没有了年轻的冲进 在生活中也只剩委曲求全了 这就是因为没找到正确的活法 到了四五十岁这个年龄段 对于女人来说这是成上启下的关键时期 过往的生活就不要太过于沉浸其中 凡事应该往前看 想一想退休之后的生活 要想自己以后能过得有滋有味 就要学会这个聪明的活法 断舍离 所谓断舍离 就是要我们把那些不必须 不合适的东西 统统断绝舍弃 过上简单明了的生活 女人到了中年 其实真的应该远离嘈杂的生活了 把心静下来 细细地想一想 余生应该怎么去活 不要待到晚年 日子一塌糊涂的时候 才恍然大悟 年轻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 余生很漫长 学会断舍离 断掉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 舍弃不健康的生活 离开不值得珍惜的人 才是最聪明的活法 曾珍 46岁 收银元 她说 不理解我的就远离 不必去迎合 很多中年女人 为何会把自己的家庭生活 过得越来越差 这都是因为 她们不懂得在情感方面断舍离 有不少女人为了家庭一再地委屈求全 去迎合别人 以此来维持家庭表面的和谐 从而一而再地忽视自己内心的感受 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痛苦不堪 曾珍在45岁之前 一直都是一个一心为了丈夫好的女人 为了丈夫不为难 她在婆家一直都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角色 她每天都要起个大早 把公婆的早餐午餐做好 然后去上班 下午下班回到家 就马不停蹄地去做晚饭 做家务 这么多年以来 公婆和丈夫只需要伸手张口 就能过到享受的幸福生活 当然了 曾珍也有过想要休息的时候 婆家却很不理解 拿家庭和孩子来捆绑她 曾珍就这么为了家庭 牺牲好几次升职机会 可她的牺牲 却换来丈夫一次又一次的不理解 一直埋怨她为这个家付出太少了 曾珍也算是明白了 无论自己怎么付出 在丈夫和公婆眼里 自己始终是个外人 所以曾珍选择了离婚 现在的她 终于能轻轻松松地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曾珍感慨 那些不理解 你珍惜你的人 真的没必要去迎合 这是我的惨痛教训 往后的日子 我会对自己好一些 再也不会为了任何人 委屈自己了 何西方 46岁 服务员 她说 过去的得失 就不再纠结 女人到了中年 你一定要明白 人生并没有重头再来的机会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消磨 在你的人生历史中 你就不要再去纠结 当初你没有珍惜这个机会 或者是没有得到你应得的东西 否则你把时间都用在了挂念往日得失里 那么现在的时光也会因为你的纠结而流失 何西方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 她总是在抱怨自己的生活 抱怨丈夫没有给予她想象中的幸福 说早知道就该嫁给他人 她也会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够优秀 不能像她哪个朋友的孩子那般 可以拿出去四处炫耀 她还会抱怨自己 昨日没有占到谁的便宜 今日又错失一个机会 也是因此 她整日纠结过去的得失 没有珍惜到眼前的人和事 家人也因为她的态度越来越心寒 何西方却不自知 还在不断地计较往日得失 续续叨叨地抱怨 最后导致家人都远离了她 何西方才明白 中年女人一定要断掉计较过失 珍惜眼前才是正事 因为太过于斤斤计较 不舍得眼皮子底下的一些小利益 整日里把唠叨和抱怨挂在嘴边 导致她中年失婚 这是何西方得到的教训 事实上 现实生活中很多女人都如何西方一样 总喜欢翻旧账 也总爱纠结一些无足轻重的小利益 可是女人 当你在某些小事上斤斤计较的时候 何曾想过 其实你失去的更多 人这一生 难得糊涂 糊涂是福 大气一点才是聪明的选择 秋春花 五十岁 小饭馆老板 她说 无效的人际关系 就不必来往 有不少女人为了家庭和生活 不断地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 即使别人说了多少伤到自己的话 也选择笑脸迎合 或许 你也会因为多种原因 参加很多没有意义的聚会 但是这些人 对于你的人生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就是人生一大过客而已 秋春花以前觉得 朋友就是要多才好 所以 每一个朋友 她都很用心去经营 其中 就包括了那一群麻将搭子 别人需要帮助 她就毫无顾忌地出钱出力 结果在她需要伸手拉一把时 她的这些 麻有像是躲温神一般远离了她 后来 秋春花渡过了难关 这些人 又如雨后春笋那样拔地而起 又来和她攀关系 秋春花就在想到了中年 自己的人生都进入了倒计时 也没有必要再去经营这样的人际关系 倒不如把时间用在家人和真心朋友身上 因此 秋春花现在的生活比以前轻松了不少 整日都过得很是幸福 说到底 人之一生 朋友不需要太多 有三五个聊得来的知己好友就行了 一个人的人格魅力 其实并不需要以身边有多少好友 人脉有多广来展现 事实上 在很多的无效社交上 你交换了一打的名片 加了一大堆联系方式 可这些人 你甚至都记不清他们长什么模样 最后都变成了存在通讯录里的一些字符而已 所以 人到中年 无效的人际关系 真的就不必往来了 每一个女人到了中年 都希望自己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开始享受自己的人生 或是为安享老年的天伦之乐做准备 这就需要女人学会断舍离这种活法 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复杂化 做什么事都能够通透清晰 这样的人生才能够让女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度过 到了中年 人生已经走了一小半 余生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需要你自己做出选择了 是身上背着重重的壳 把自己压得不堪一击 还要强撑着往前走 还是学会断舍离 丢掉那些包袱 余生轻装上阵 端看你如何选择而已